常言道,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,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,但是书要一本一本读,路得一步一步走。 所以今天来看一下别人是怎么阅人的陈万雄的读事与读人。 在他的笔下,沈从文先生钟情于流动的大自然,善观察,起思索,虽困顿,却不失美的向往。 启公先生一脸总挂孩子般的笑容,沉浅心底的,却是深切的宇宙人生的思虑。 陈从周先生既温文尔雅又刚烈不阿,既文采风流又义正年词。 陈元先生年过八十,却仍像十几岁的文艺青年一般,书中一大堆理想、青春气息、乐观、阳光、优雅、奉献,真是积极向上又美好。 严根旺先生以道家自处,以儒家待人,但博自干,寂寞自首。 文人是很能反映人的一些美好品质的,这也是文学的功用所在。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,文学作品对于浸润人心具有重大意义。 名师和名家对于学生和后学的影响不全在乎他们的学术理论和观点。 更重要的是,他能教人明白他们的学术视野、思想观念和维学的途径。 教育的本质首先在于育人,然后才是知识的教育。 育人是对个体的教育,教育是辅助个体的成长。 作者在书中感叹道,现代交通的发达缩短了各地的距离,然而紧迫的生活却疏远了人们的交往。 小时候看到大人们遇到朋友那个开心见儿啊,不明白,就觉得天天见,有什么好开心呢?反正明天又见了。 但是后来长大了才发现,有些人别说天天见,也就是一年都不一定能见得着一面。 就像现在疫情之下,其实很多朋友已经好多年没见了。 那这也有一个好处,就是教会我们去珍惜,想见的人有机会就去见,想做的事有机会就去做。 毕竟人生那么短,也不能留太多的遗憾,对不对?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我是Ava,每周一更,书影分享。